上海十八元盒饭自住 我没看错吧 它这块居然还有红烧肉 大家好,我是程飞 咱们现在在这个上海同窗路这边 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视频 说它这块有一个十八元的盒饭自住 真是把我给惊呆了 那咱赶紧看看这个店怎么样吧 这人非常的多呀 这儿还有炖鱼啊 这么满满一大碗还不限量 十八个菜十八元就能唱吃 而且这十八个菜里头好像肉类就有四五种 尝尝吧 这是酱爆鸡丁是吗 开始看着还以为是那种麻辣香锅 稍微有点带了点香辣口的酱爆鸡丁 鸡肉的比例还挺多 这边是个什么炖萝卜 萝卜乱炖 炖萝卜里头有个虾米 这是小个儿的 大个儿的我都没有仔细去翻 看别人承到的最大的大概是 有个这么大碗 豆子炖鸡鸡鸡的部分好像都是脖子了 这十八块钱的价格跟东北肯定没法比 但你说上海 核酱爆鸡丁是十八元 确实挺让我惊讶的 因为你像是北京的核酱 它基本上都得二十块钱往上了 二十二二十四比较多件 像天津的核酱 它也得是平均都是十八块钱了 但也是你说在上海这个地儿 十八元核酱 相当地慈善了 而且这一晚下来 搭配风火味道还可以 吃着绝对不会差 再说刚才这个鸡块 我感觉有点偏咸了 跟这鸡脖子一起炖的这个豆子 这味不错 拍黄瓜 拍黄瓜 它那个餐盘里盛的那一熟 在上海这种地方可能都得卖个六块八块了 豆皮卷肉 肉比较偏清淡 但是里边这个汁好多呀 常见的豆腐干炒芹菜 炒洋葱 清炒菜花 这是炒蒜苔 炒青蒜 还有这个很大个的狮子头丸子 淀粉含量还不算太高 辣椒炒蛋 这一转吃下来 发现就是除了那个鸡脖子味道 我感觉稍微的差了一点 其他的这些菜味道都不差 这有一个稍微大点的小虾 这店真的是慈善了 你在上海点个拉面 随便点个盖饭 都不止这个下子吧 这是我在它隔壁的隔壁 一个拉面馆里头拍到的价目表 基本上随便一个面都得十六十八起步了 二十多三十多也非常的多 咱们再去盛一碗 咱们再去盛一碗 它这块居然还有红烧肉 刚才那个红烧鱼尾 盛完了之后 新上了红烧肉 肉还是稍微的有些硬啊 但都这价格了 还让你不先来场吃 还有啥自己硬车啊 是吧 这要是住在这附近 或者在这附近乘班的人 这每年光吃饭就能省多少钱啊 这个咱们晚上还要吃别的东西啊 所以吃了两晚就也都差不多了啊 这完了咱们做个简单总结 其实也没啥好总结的 你都这价格了 你还要啥自行车是不是 那无非就是人太多了 可能曹大一些 但是这种良心的慈善店 咱肯定希望他人多点 希望他这个能多挣钱 别倒闭了是不是 相对不够人性化一点 就是可能就是他那个菜 在一个台子上摆了三排 然后中间那一排菜 你拿取的时候 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不方便 除此之外 我真的我也 没想到什么明显的缺点了 这家店非常nice 非常推荐 那么好的 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希望我的视频 能够给您带了好的胃口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